Youtube這個環境你覺得有言論自由嗎? 唉 Hi Metscape的朋友們大家好 又到新的一年要到啦 現在是2020年 我們即將迎接2021年 那這一次呢非常開心 101呢邀請了台灣的許多的創作者 去參與這個煙火配置 也是裝這個煙火 跨年煙火的這個活動 那這是我們第一次體驗到 親自用自己的手去安裝這些煙火 然後呢現場給我們講解 那一天到場的創作者比我想像還要多 那包含有像劉沛啦 Joeman啦 老爸啦 還有Gino 然後Anson 然後還有Neobar 一堆非常非常多 那今天呢我們要來這個101裝煙火 那我們邀請到我們好朋友 嗨 對我們認識很久的好朋友啦 很久了 對我一直勸他進來youtube 他一直不進來 所以我今天把他拉進來 好他跑去創業了 不過大家不認識他 沒關係從今天開始 大家慢慢就認識他 你們如果希望他常來上man's game的頻道 就記得按讚 第二個在下面留言 所以我要翁柔囉 這樣就好了好不好 哇你這段話真的講得很流淡 哈哈哈哈 非常開心那天也認識到非常多的youtuber 都是一些非常知名的創作者 那我都有訂閱 只是說沒有機會呢可以親自與他們見面 哇這100多個按鈕 每個都給他按一下 可能電梯明天才會到樓上 我們現在在58樓 這個不是一般人可以進來的地方 哇喔 好猛喔 各位這是 這就是101的煙火 現在在我手上 好酷喔 天啊 第一次拿到101的煙火 對啊 所以今天帶我們來 第一個58樓這地方 他說他這邊是 他們的這個管制煙火 控管台 控管台 對 所以等一下我們就看看 看哪些地方 可以拍上我們用手 在那天非常開心 我們彼此交換了聯絡方式 那同時也聊到一個非常有趣的話題 也就是現在呢 youtube的創作者越來越多 那真的非常非常的競爭 那嘴巴說呢 這是一個良性的競爭啊 但是其實呢 多少呢 都對大家的流量都有一些影響 所以呢 很多像大型的創作者也好 或新進的創作者也好 都有不同的策略 那在過去的方式呢 跟未來方式呢 也可能做一些調整 那以我們來講的話呢 我們從過去呢 一路創作來 當初主張的就是希望能夠讓影片 維持一個片量 然後來支撐我們的流量 但是呢 各位應該會發現 Alan最近的影片呢 真的變少了 從過去呢 從12支 甚至有時候15 16有時候最多呢 會到20支影片 我們現在縮減到一個月目標是8支影片 那 也有可能中間會再加一些直播的內容啦 那這是我們的期待 最主要是希望我們能夠讓我們自己 可以把這些內容呢 做得更精緻一點 那 我們現在也有小編 Emma 然後還有一些同事呢 可以幫忙想一些企劃的內容 最主要是希望呢 頻道呢 能夠走出一些新的方向 跟不同的內容 讓大家會覺得新鮮 因為畢竟人呢 是比較喜新厭舊的 跟我們Many's Kid 大家說Hello 劉沛 大家好我是劉沛 大家好我是劉沛 我們今天有一個話題是這樣 你覺得現在創作者這麼多 那你有什麼對這個有什麼看法 現在有很多新的創作者對不對 而且都非常優秀 對啊 我們該怎麼辦 我覺得有好有壞 壞的就是太多競爭力 好的就是要改變 因為這樣會給我們自己更多挑戰性 那這樣的話可能會發揮更多不同的東西 對… 不要只靠YouTube生活 會餓死 創造出自己的品牌呢很重要 比如說 如果你是拍旅行業的YouTube的話呢 你就是可以盡量去累積你的旅行的形象 或者是如果你是3C開箱 就讓大家知道3C開箱很專業啊等等 就是走出自己的一個形象品牌 我覺得這是未來必須要走的一條道路 之前比較容易得到一個一定的流量 但是 現在你要真的靠你的封面跟標題 要夠好 夠吸引人 點進去 你才會有得到那個流量 不管你剪得多好 你剪得像上帝一樣好 你的標題封面不對 不夠吸引人 就慘了 所以要花多一點時間設計封面 一定要變 那另外呢 把自己的內容啊 還有包含自己的相關的一些 像封面啊標題啊 都會把它去重新思考 怎麼樣去呈現給我們喜歡我們的消費者 那對一些還沒有當創作者的人呢 現在這個空間非常棒 對 因為任何人都可以當YouTuber 對 任何人都有機會 現在是每個人都有機會 對 除了自己的YouTuber之外呢 你也可以適合去嘗試做一些其他別的事情 像是我們會開始做YouTuber其實也是 因為一開始有自己的工作 然後慢慢慢慢的開始做YouTuber之後呢 可以慢慢的轉向這邊 可是未來我們也不排斥 不排除 可能說我們YouTuber做…之後 慢慢慢慢的又去做別的地方也不一定 所以我真的覺得創造自己的品牌 跟不要害怕嘗試新東西呢 這應該是接下來需要克服的一些課題吧 YouTube這個環境你覺得有言論自由嗎 啊… 我覺得YouTube言論自由 你覺得YouTube言論自由 只是看你的目標是什麼 OK 如果你今天想要開盈利的話呢 對 那就不言論自由 對 如果你會怕粉絲攻擊 或者政府說什麼東西 對 或者任何人告你的話呢 對… 那就不是言論自由 但是YouTube本身這個平台 我覺得是言論自由 只是很多人不能接受 對 黃標不能接受 沒辦法開盈利 對 但是至少YouTube不會把影片下降 對… 這個是重點 Good 這解釋非常好 謝謝劉沛 謝謝… 而且現在這麼多新的創作者 其實真的非常非常的優秀 就像我常常講的 現在3C創作者非常非常多 那你會看到我最近很少拍3C 因為為什麼 因為3C創作者真的變多了 而且每個都非常厲害 那如果我們再跳下來競爭這個市場呢 這有點像攻守保衛戰 它會非常消耗我們很多的時間 我們希望流量更好 但是呢 別人可能做得比你更好 也可能你很用心 但流量還是不如意取 所以我還是比較希望能夠把 其實花在一些 我們能夠想出一些企劃 是在其他的創作者 比較沒有想到的地方 所以朝這個方向來努力 這是我明年呢 給自己的期待 2021年 希望能夠在我們的頻道部分 有一些新的表現 而不是一直炒作一些舊的內容啦 都怎麼拍都是差不多的內容 一直開箱 一直開箱 各位等一下呢 會 我會叫一個你們的 你們手上的編號 然後請各位做兩件事情 一件事情是把 我們的這個 煙火的底座 滑入我們的軌道當中 還有一萬八千支要滑到什麼時候 今天煙火放完 就放完元旦的隔天開始 就為明年的煙火開始要弄新的 一萬八千支才弄的 這個真的有名字耶 Maze Game 有看到嗎 老師在講 你剛剛都沒在聽 我去上廁所了 我在小麵隔壁耶 我在小麵隔壁耶 哈哈哈哈 我現在大概講一下活動內容 現在就是他們 我們這個煙火上面都有這個號碼 那我這個號碼是20 我們是2023 那剛剛是2006開始 然後小麵是2007 然後之後等下2023時候 我們要去排 那我們排到位置 不一定是直的 也有可能是斜的 因為它發射方向不一樣 那每個創作者 每個頻道呢 有一支煙火 然後是給你親自裝上去的 那待會裝上去就是照它的方式 然後把這個電線呢 把它卸下 把它撕開 對這樣撕開 撕開之後呢 對摺 對摺 這邊也要對摺 這個一邊 這邊是黑色 這邊白色 這樣放進去 這樣放 夾著 然後再這樣把它夾著 這樣就夾緊了 好 這個以前我們在學校就 實習課就常用這個 所以這很熟練喔 那待會給你去夾 嗯 好 好 原來是這樣子喔 原來是這樣子喔 原來是這樣子耶 現在我們看到這個 這個煙火 裝完的時候就會放在上面 先擺好的 然後再把這個 它會有設定電腦 有點像引線 這引線 然後再 它的控制在這邊 所以它上面還有計時器 就是幾分幾秒 所以它這樣比較像一拍就夠 喔 它剛剛說的就是 第101顆的按鍵 待會我們會看得到 要拍到那 101 就是 它不是按鍵最多 但是它會有一顆 是101層那顆按鈕 是很重要的意義的 因為我們剛剛 因為我們剛剛就是這樣來的 看到最重要的按鈕 對 101層 好 來準備喔 我來上網Google 其實也是有啦 你說就像我前幾天 沒吃到湯圓 然後我自己上網抓照片 一定沒有 我們現在要到101層 101喔 然後你看那個 電梯的按鈕 很重要的一顆 很重要的一顆 哇 我們到了 哇 真的在台北101囉 哇 101層樓耶 101層樓耶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感覺如何 今天就是想 以後要跟我求婚 要跟我約會 就是要來這種地點 但它不是戶外啊 你要戶外的啊 你要戶外比較有感覺 不錯不錯不錯 最好是在那個 對 它直接嗆聲 我們這一次呢 是親自到101的頂樓 去參觀 然後安裝這些煙火 來知道 原來這些煙火 全部都是透過電腦控制的 那這些煙火呢 其實我們在安裝的時候 要特別跟大家說明一下 這些裡面是都沒有火藥的 因為呢 要觸碰這些火藥呢 安裝這些是必須要有執照的 而且是要專業的這邊 所以我們今天影片看到的內容 我們所有的安裝煙火呢 都只是象徵性的先安裝上去 然後呢 工作人員呢 在我們離開之後 會再把它拿下來 然後再放入煙火 然後再把它放進去 而且每一隻煙火上面呢 都有個別的創作者在上面簽名 那煙火放完之後呢 工作人員會再把煙火取下來 到時候再寄給這些創作者做紀念 所以呢 非常感謝101這次的邀請 也非常感謝我們其他的創作者 跟我們一起分享這個新的一年 有什麼樣的想法 或者是在創作這條路上面呢 怎樣他那麼競爭呢 我們可以怎麼樣來應對這些 將來的競爭呢 那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這個例 希望呢 2021年每一位創作者 都可以有非常好的成績 然後呢 找到自己的定位 然後呢 努力勇往直前 那祝大家新年快樂 希望能夠在新的一年 能夠有非常好的創作內容 提供給大家 那也非常感謝大家過去的支持 2021年 我來了 拜拜